要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想法 去强加给你的孩子 保护他也好 给他指点也好 他该犯的错 该经历的痛苦 一样都不会少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让他自己去面对这些东西嘛 你就做好他的后盾就完了 嗨 欢迎回到彩色的我系列的第二集 然后今天这一集呢 我就邀请了我的一个朋友 她是我在韩国留学的时候 认识的一位女童 这样介绍会不会太快 我这个脸应该就写着女童 对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四川成都的一个女童 怎么被你带跑了 我不要再讲什么 叫什么名字 我叫 我叫姬舞 现在就是长居首尔吧 然后现在和女朋友在一起 基本上算是没有跪的状态 我们两个现在都是这样 很棒 很爽的感觉 你是从几岁开始 就意识到自己好像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如果我从现在回看的时候的话 就会感觉到自己从小就是不太一样 因为从小不是大家喜欢看偶像剧吗 我就会带入男主角 我会带入女主角 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是看流星花园 大家就是会好喜欢好喜欢那几个帅哥 然后我就会 啊好喜欢山菜 从小我就是买玩具啊 其他女生会要我买巴别娃娃 然后我家里全是刀枪 棍包 可是这个时候应该是爸爸妈妈买给你的 爸我想要这个 他们就买给你 就也没有说 欸女孩子不会玩这个 他们只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为什么不想要买巴别娃娃 为什么只对刀枪这样感兴趣 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 什么状态 对啊 说到这个性向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应该是在初中就是真的遇到喜欢的人之后 然后再发现 哦好像喜欢女生也 其实现在想来的话 我很明确知道那是喜欢心动的感觉 但是我当时就是很害怕 我甚至有点不敢承认 就是我不敢像自己承认说那是喜欢 你怎么应该是 当时我身边没有 完全不敢讲 自己扛这样子 真的我这样子觉得自己好惨哦 在家里是那个女生 就是有很多男生追她 我的压力很大 那你怎么说他们的喜欢 这个也讲出来的 哦好心酸哦 但是我甚至没有啊 这时候他们就是所谓的竞争 在角落里面默默看着她 对对 但是她就是也蛮同腔铁臂的 但是她就是 出众的时候只要学习 刚才她从小就知道 她把那个男生就 这么乱讲话 之后这个过了之后 我又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 关键是这个女生 她上了我大学的时候完了 我很替自己不值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当时不说啊 她有一天 她就突然跟我讲说 觉得大学有一个女生 很帅很喜欢 然后我说啊 当时你不喜欢我 当时你就已经是短头发了 就是现在这样子的 我就是从小学毕业之后 就剪了短发 现在还记得我给那个同学写的同学录 写的我的梦想是变成男生 哦 但是我觉得变成男生只是一个比喻 就是我想要变成比较帅气的那种 帅气的人 对对对 然后就想要剪短发嘛 就是比较帅帅的那种感觉 包括衣服啊什么我也会比较喜欢 男生一点 中性 对中性一点 小学一毕业我就去剪了短发 跟爸妈说想要直接剪短发 对 他们也OK 他们当时以为我想要剪这样 哦没想到是这样的 然后当时我去剪的时候 我记得他一直剪好妹妹头 然后我就好伤心 我说这不是我想要的 当时我也没敢讲 然后出来之后我就 不要 我说不要这个发型 然后我天天又去那个理发店 她说我不要这个 我就要把耳朵露出来这样这样 然后那个理发店说 哦 你是要剪像男生那样的发型 对 爸妈也OK 他们没办法 那他们还是算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们有点拿我没办法 我这样我就哭 你刚剪的这个发型 你才进初中 对 那初中大家会不会觉得 怎么会有一个 如此男性化的女生 大家会不会有歧视有关 但是很神奇的是 穿了初中以后 我同学就觉得 我很帅 甚至叫我帅哥 我现在想一下 好羞耻哦 Roma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觉得 哦可能女生短发 好像感觉不太特别的 哦是特别哦 不是奇怪 但是我觉得 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 但是没有 我在你当面说出来这样子 所以你基本上也是处在一个 比较开放的状况下去 接受自己喜欢女生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开始 真的开始 接受自己喜欢女生 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不敢讲 避开嘛 然后直到是有一次 我去北京的时候 去集训画画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寝室里面的人 然后刚开始大家不太熟 然后后来开始聊天 然后就说 啊你以后有想要结婚 什么 然后突然有个女生就说 我肯定不会结婚啊 我说会 为什么这么肯定 我说因为我喜欢女生啊 哦 我就当时受到震撼 你知道吗 我说可以这样直接讲出来 这么坦道的吗 然后后来我就是 悄悄的 我说 哦其实其实我也是 完全是 哦 所以他们算是你第一个 深圳讲出来的那一遍 对对对对 真的是真的是 那个时候算自己接受自己 真的是一个 漫长又痛苦又纠结 又不知道可以跟谁讲 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不对 又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那天就是他突然说出一个话的时候 就是感觉一个世界被打开 然后原来可以这么轻松的讲 原来就这样正常 就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 然后之后就慢慢慢慢大家一开始知道 因为我的外表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稍有预警 然后还有也是一天在那个集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是有个朋友他直接过来问我 所以你是一还是零 我说难道正常不应该是 问女子还是什么 我们会被预设为异性恋 你是直接被预设为同性恋 我从在北京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回到成都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 小小的不安 对因为我身边的现在 在成都这些朋友会不会这么好的接受呢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真的有听过我高中的同学 讲说他觉得同性恋很奇怪 他觉得他不太理解不太接受这样 然后我就还是先 先捕书 然后后来就去北京读书了 然后就是一个大开柜 柜子扔掉 北京是有点 可能是我学的 学艺术 有一点那个关系 就是我们学校真的开放到新生聚会的时候 大概在餐桌上 然后一个一个起来自我介绍 姓名来自哪里 星座 然后性取向 大家听到是可能同性恋还是什么 他们也是就是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 哦我记得我当时讲我说我喜欢女生之后 他就说我然后还有鼓掌 勇敢 所以你是第一个吗 有说自己都喜欢 直接说我喜欢女生之后 哦你是第一个难怪有鼓掌 不容易不容易 就是我觉得从完全不敢向自己承认到我可以跟这么大桌子说我喜欢女生 真的是很漫长的一条 不容易 我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敢讲 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不过我每逢见一个人 你懂吗 我马上就想跟他讲这件事情 我不是女同哦 对对对 诶还高兴就是你 我喜欢女的哦 哈哈哈 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哦 你们不会吗 哦 哦 你可能刚发现比较兴奋 哦 哈哈哈 女同兴奋期 哈哈哈 像我们这已经几十年之后可能就 哦 哇老前辈老前辈 诶 诶这样你们那边的风气怎么感觉跟我想象有点不一样 可能因为我网上看到的都是 典型可见的同性恋那种比较悲伤的故事这样子 所以听到你我就会有点吓到 我觉得我是一个站在国内很顺的同性恋的一个 就是比较幸运的一派 对 家人方面是什么时候你去出轨啊 其实虽然说我在北京就是朋友什么的都知道 但是其实对家人我还是有一点害怕的 肯定 对吧 所以说我就是也在小小预警吧 大家都一样 我觉得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你知道吗 当然因为我从小就这个形象嘛 然后妈多小会也会觉得跟其他女生不太一样 他就会试探性的问我 就说啊你觉得以后会谈恋爱会谈男生还是女生 哦你妈先问哦 因为她是媒体人嘛 嗯就看到比较多 我觉得她就是接触了很多 然后她会看断背山泪 她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会给她一个模仑两颗的回答 嗯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喜欢女生哦 可能会就是告诉她 有可能 对哦 但是其实我还是一直不敢就是直接和她出国 她当时可能也没有那个必要 所以我一定要和很多家人出国 但是我就是有点算是被动出轨了 在北京的时候 在读大学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 当时就是有我的好朋友们 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写了一个公众号 然后就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人祝福 然后就有一个人写说 啊是你有是不是甜甜的恋爱 因为那个信息就是埋藏在很多中间 然后没有在意 我就转发那条公众号到我的朋友圈 我说我妈好开心哦 这么多人祝福生日快乐 然后我妈刚好那个时候来北京 然后她就约我出来吃饭 然后她就说 啊你的事情有谈恋爱哦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谈恋爱 哇 你当时应该冷 她都下来了吧 然后我妈说 你转那个工作号里面 出了呀 啊 我说我打了怎么办 我妈真的 我觉得她有被我预防针打到 她说 那是男生还是女生 啊 那我都问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顺势就出轨了 我说女生 那当时妈妈是什么反应 妈就 还是蛮平静的哦 然后我直接问她好了 啊 她叫她妈 我来问哈 啊你来问 喂 阿姨好 你好 她现在就是拍YouTube 然后就是有几个栏目 是找一些LGBT的人 来讲他们的故事 然后这期她要拍我 这里是自己对这个 我开始感到你了 不好意思 我妈是记住了 嗯 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你为什么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呢 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人 哦 我也是 然后呢 我就说 可以采访一下你 她比较好奇就是 我跟你第一次出柜的时候 你是什么想法 首先是这样子的 自己的女儿 还是比较了解嘛 就是她的个性 待人接物啊 还包括她穿梭打扮的表现 说句实话 小的时候呢 我所谓还能做主她的时候 嗯 还是按照一个女孩的想法 去打扮她呀 对吧 我买裙子呀 像个女孩的那种主流的哈 就是传统的想法 去塑造她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 她其实已经表现出一些 跟这种传统女孩不同的一些特质了 幼儿园 就那个时候我还在打扮她的时候 嗯 实际上她在选择玩具方面啊 从来都不会喜欢什么洋娃娃 喜欢买的玩具是 腔刀这种东西 就她要的东西都是这些 然后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出来了 绝心 坚决不穿裙子 剪短发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们还是没有强迫她 你就得怎么样哈 但你也强迫不了 对不对 你买裙子她也不穿呀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就是按照她的想法 开始自己去做出她的打扮或者什么的了 你的意思是你早有预料 对 我就是有感觉她 她肯定是传统第一个女孩 觉得她是一个有自己想法和自己个性的人 就是你要你自己家长式的东西去强迫她 会产生很大的冲突 也会压抑她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还是很尊重她的这些想法 我是我的想法 她是她的想法 对不对 不见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一点都不惊讶 她是喜欢女生 不是我在给她打预防准 她自己打了很多年的预防准 对 她没有说是 之前是隐藏了自己的这些东西 对吧 她不是突然怎么样的一个转变 所以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所谓冲击感 真的是喜欢一个女孩 我说那就是一个什么女孩的情况 怎么认识的 反正就问了一些这些 那你当时你还在问我说 你真的喜欢女生吗 就是你跟女生会有那个性冲冲吗 对啊 我也很好奇 因为我不是嘛 女孩你欣赏她 就是我也会 但是生理的这个东西 我如果喜欢一个男生 那就可能会有一些性方面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表达拉手也好 亲吻也好 或者不爱也好 这种我就会对一个男生有这种想法 那我就不会对一个女生有这种想法 那她如果是喜欢一个女生 那是不是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达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 你喜欢男生和女生的一个区别 哦那时候阿姨还问过你这个问题 对 我好奇 我肯定还是很好奇 她很八卦的 我觉得把握一个基本点 就是说 我觉得自己的孩子自己了解嘛 她对待感情 不是说就是乱来的那种 她是在认真的对待感情 想找一个 跟自己方面都很match的这种人 对吧 我觉得那这个人 那恰好是一个女生 那没什么呀 异性恋 你就算是异性恋 你又怎么了 你要找到一个 跟自己各方面都那个的人 也很难呀 对 那你能找到一个感情 跟自己很匹配的这种人 就很美好啊 都说是同性恋的感情的稳定性很差 因为它束缚性 不像包括婚姻 包括孩子 包括什么各方面束缚 但一样的 也还是需要相处 经营感情 互相体谅和忍让 这些我觉得还是需要学习 需要去认真 对吧 去对待 所以一样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啊 你最后就是给那个广大同性恋的父母 说一句话吧 不要去为难自己的孩子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人 对待和看待 最后不会为难的是自己 不要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想法 去强加给你的孩子 然后呢 去塑造你的孩子 他一天长大 有自己的意识出来之后 你就会去观察 然后你就去学会去尊重和接受 就行了 只要你把握自己的孩子 他有基本的做人的规范 有基本的做事的规范 如果他这些都做 你都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在认认真真的对待感情 那其他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可以去面对 自己去处理 自己去体验 去经历 尤其是感情方面的 他自己去探索 我的这个年纪 我都不能够说 我在这些方面都是成熟 我都能不犯错 对吧 保护他也好 给他指点也好 他该犯的错 该经历的痛苦 一样都不会少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让他自己去面对这些东西嘛 你就做好他的后盾就完了 就是他随时他有什么了 他都可以知道 有个家可以回来 这是马来西亚的同志热线协会哦 不管你是同志 还是你的小孩是同志 还是你只是想了解同志 都欢迎你在每个礼拜一 晚上8点到10点 通过Zoom联系他们哦 从对话听起来 阿姨就是一个 与众不同 你懂吗 你知道他讲最感动的就是 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意识 强加在孩子身上 阿姨在发光耶 手机在发光 真的 我妈真的很好笑 他像那种 就是同性恋收容所 就是 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 男生 然后他也是弯的这样 但是他爸妈那边是完全不可以说中的 然后有一次 他就带着他男朋友 和我的爸妈吃了一个饭 就是我们 我们五个人一起吃了一个饭 然后我们就聊得特别开心 然后聊得开心到我妈 直接要收我那个朋友当肝儿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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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哦这是感觉儿女双全 你知道吗 过年的时候说 要给你们买那个红绳啊 给我 然后我女朋友 我那个给米 然后和他的男朋友 那我也 哇 哈哈哈 真的是 成都同性恋 就如此 我觉得你妈真的可以开一个 会爆满哦 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们两个没有见过长辈 然后 长辈就是我爸嘛 然后我爸觉得他们两个 嗯好像很很恩爱这样 然后我爸又说祝福你们 哇他们两个整个就是感动到 要哭的吧 真的要哭的 我觉得我也很佩服他们可以这么包容 其实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 毕竟他们成长环境 跟我们比起来肯定又更保守的一点 好好哦 哈哈哈 你妈妈不也是吗 是不是 我是说我们很幸运 因为我觉得 这条路确实跟 一直走的路有一点不一样 而且可能 也会遭受到很多 闲言闲语嘛 但是 有家人的 姿势真的不觉得 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ok嘛 所以外人讲什么 真的一点都不会影响 对对对对 好啦 反正我们就谢谢基屋的妈妈 就是声音出演了一下 好啦 应该就结束了吧 OK 这集就是关于 基屋的故事啦 那你最后还有什么东西要跟 在镜头前面的大家讲一下 我很少有机会像这样 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算 没有那么艰辛 希望大家也可以有这样的 比较顺畅的 出规计 出规计 对 然后就是 像这样讲下来 我感觉也有点 就是 理清了自己的 这条路的感觉 也少有机会听到我妈讲这些 我觉得你们看有一些东西是 就感觉你是第一次听着 对哦 OK 谢谢 OK 那如果你也有故事想要讲的话 快联系我 没有下一集的嘉宾 因为我们都是在出规的 道路上比较幸运的那一拍嘛 就希望我们的 幸运可以分给镜头前的 每一个你啦 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 早日的在阳光下拥抱幸福 OK 拜拜 拜拜